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的身體 還有你的意念 你的心智狀態 都能夠正常玩具 真是不容易 有的人狀況非常好 他表現就是出淚把脆 有的人狀況差一點 介於不正常 正常與不正常的中間 常常的生活到處碰壁 被人家看不起 做起事情來特別的吃力吃虧 所以這個六根玩具 它是一種福報 世間法的福報 這六根玩具這種世間的福報 能夠發揮到極致 善用這六根玩具來學佛修行 那就是更困難的事情 所以你往下看六根寄具 既然你六根玩具了 生中國能 這個中國 它並不是指 我們中華民國 或者是指中國大陸 它是指什麼呢 佛法傳世弘揚 文明昌盛之地 叫做中國 又叫什麼 中土 人生難得 佛法難聞 中土難生 中土就講中國 佛法有傳世 佛法有傳下來 所以在座各位講到佛 你聽過佛祖嗎 聽過 是不是 那就是佛法有傳下來 你才聽過 你看過佛祖嗎 佛祖是誰看 有我看過佛祖 真重點 六念佛祖 佛經嗎 有祈祖嗎 有我 我的那個 我有祈 這佛法傳世 但我們現在講起來 稀鬆平常很普遍對不對 有些人你請他念佛 那覺得這個宗教 我不接觸宗教 非常沒有福報 福德因緣不夠 所以你要能夠生到這種 佛法傳世弘揚 文明昌盛 不是那種邊地 有不好的文化的地方 或者就是 文化不昌明的地方 這是很困難的 六根玩具 又生到整個中國 佛法洪傳的地方 很困難 接下來寄生中國 你既然投生到 佛法傳世 文明昌盛的地方呢 執佛是能 就是 你要能夠執育佛 他出示說法 那就是很困難的 你要能夠真的遇到佛 他降生在這個世間 能夠聽聞他說法 那是多生累劫 甚深的因緣 不是一般能求得 不是一般能求得 無罪 有些人 我